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的内容 政府启动你好香港大型宣传活动 向外界表明香港已经復常 包括由下个月1号开始 向境外的旅客送出50万张机票 又会向香港市民和大湾区的游客 送赠各8万张机票 相信号知数以亿元计 经历三年疫情 政府启动《理好香港》大型宣传活动 特首李家超以两文三语 欢迎各地人士访港 香港已经恢复和内地通关 新的一年 香港的市民会更添热烂 大家就别重駐 一声你好 声歌千言万语 We can't wait to say hello personally to each and everyone of you 连串活动焦点之一 包括下个月1号起 向境外旅客送出50万张机票 将会由国泰 快运和香港航空 六个月内分阶段送出 形式不限 包括抽奖 买一送一等等 基于疫情之前 七成半访港旅客来自东南亚 所以今次主要送给这类旅客 涵盖泰国 菲律宾 印尼等等 我们希望 这些拿到机票的朋友 能够多带两三位的亲友来同行 所以虽然我们送赠 是50万张的机票 但我们相信 可以为香港 带来多达150万位以上的入境旅客 会是占未来这六个月 就百分之十以上的一些下流量 机管局下季也都会向香港市民 和大湾区旅客 各自送出8万张机票 整个计划合共送出近70万张 当局说首阶段宣传费 连同邀请大约1000名知名人士来港体验 大约耗资1亿元 至于机票成本 当局这样回应 当时的钱是不多的 航空公司可以说是半买半送 能够用有限的钱 买到这么多张的机票 都是一定的程度 航空公司本身都是想支持这个计划 范茶立法会文件 50万张机票早于2020年买入 连同支援航空相关服务的措施 涉及大约20亿 由机管局出资 不过现在海外入境旅客要打齐针 内地旅客事前也要做核酸检测 会不会影响活动成效呢 关口的检疫和防疫措施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要 如果让香港尽快复偿 这些都是要尽快调整的 我们密切留意着 亦都想尽快公布 多个局长也都说 借着今次的计划和社会服装 今年内会出访东南亚 欧美和一带一路国家等等 向海外展示香港的新优势 母线电视记者 杂元文部导 即日起 当局向旅客送出至少一百万份消费优惠券 初步会涵盖超过一万六千间商户 有旅游业界相信 今次整个活动所用的支出是物有所值 消费优惠券下午五点起 在机场、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等三个口岸 以及尖沙序天星码头的旅发局旅客中心派发 先核对证件 然后职员就会请旅客扫描二维码 成功领取 又为包括享用迎宾饮品 救物奖赏赏等 小红薯 第三方那些 有朋友跟我说 好像可以拿旅客的书费券 我随时都会回来 都会玩的 玩得多 从开关都是第三次 这次里好香港宣传活动 相信豪资数二亿计 是不是物有所值呢 有旅游业界同意政府估计 送出的免费机票 可以吸引150万个旅客来香港 不相信消费总额大约60亿 他认为部分机票可以透过旅行社派发 我们旅游业很明显这些一定是来香港玩的了 他可能最起码在香港停留 三日两夜甚至四日三夜 令到我们在香港会逛街吃饭买东西 也都甚至会用到我们交通工具 去到我们的景点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所想派50万张机票 那个原意 就是希望多些访港旅客来消费 来认识香港 对于政府最新公布未来一年的城市 未见有太多新活动 他认为以往举办的城市 一向受旅客欢迎 加上本港过去三年 新增了不少旅游景点 相信能够吸引旅客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不道 美国联储局加息四分一利 但本港银行未有跟随 金管局提醒利率未来一段时间 会维持在高水平 美国加息之后 多间主要银行宣布 最优惠利率维持不变 汇丰、恒生和中银息率 继续是5.625利 金管局调高基本利率 贴现仓基本利率调高至5利 即时生效 金管局总裁与委民预期 本港银行利率 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维持高期 提醒借贷时 要小心管理利率风险 又提到虽然上季负资产 按揭中数急增至到18年高位 但在宏观审慎措施之下 借贷人需要通过压力测试 重新银行按揭业武风险可控 去年其实是楼价 跌了大约15%左右 如果是有一些借贷人 是做了九成的 譬如你说是银行的职员 他们有一些特别的借贷 又或者是做了按揭保险的借贷人 一定是会数字上 是有负资产 其实按揭公司 HMC对他们的要求 是比较严格的 包括一定要自住 一定要满足到 他们的还款能力的要求 有稳定的收入 稳定的工作 他们的不良贷款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只有0.01% 有分析相信 即使美国再加息 本安银行也都未必会跟逐 拿回去年的经验 就是美国本身加了七次 但香港只是P加了三次 某程度我们相信 这个情况之下 不跟逐的情况 仍然有机会持续 今年仍然有机会 看到息口上升 但幅度就应该会远比去年温和 美国通胀近期持续降温 联储局一如预期 减低加息的力度 议息之后一旨决定 将加息幅度降至四分一来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 升到4.5%至4.75% 在超过15年高位 连续第八次加息 鲍威尔表示 暂时不预期 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 金融状况近期变化不大 但希望可以反映 收紧政策的效果 无线电视记者 吴杰征报道 虽然美国联储局表明 年内不会减息 有地产代理说 市场已经消化相关的消息 亦都有伏偿等利好因素 对年内的楼市感到乐观 同内地免检疫通关 就来一个月 受利好因素带动 上个月一手楼交投 按月差不多倍增 二手交投多了三成多 个别只不屋苑赤价 也由谷底反弹 有地产代理预计 就算美国持续加息 带动本港息率上升 供楼要给多些 但未必令准卖家却步 预料楼价全年可能升一成 五至一成半 加多两次息都是温和的 这个在预期之中 看到对楼市的负面因素 就不是那么大 甚至乎是一个 都是正面的消息来的 加上通关的消息 我相信 未来这两三个月 那个成交量 都会继续有个明显的反弹 有按揭中介估计美国加息潮 年终会达到五厘半的高位 本港银行最优惠利率 有机会升到六厘一二五 其实可能在下一次 或者再下一次 就会升到六厘二五 那为什么今次会加得这么慢呢 其实本身香港其实 都算充于有950亿 阻禁在这里 会缩转到它的加息压力 那未来可能资金 因为美元加息之后 会不会有个轻微外流 如果它真的是外流的话 其实那个压力就会大一点的 否则来说 其实那个加息速度和步伐 有机会是放不下 银行资金充裕 也都令近厘定期存款 息口回落 不少银行给特选客户的优惠 已经由早前年利率 五厘或以上跌至大约三厘 定存可能现在最近回落了 但未来可能会上半 美国息口到三月份有机会再加 还有到时候 如果金管局入市去买港元的时候 香港本地的利息也会抽升 到时候那个确定存的回报 可能又会再升 他又说未来两至三个月 息口波动或者会比较大 市民需要留意 无线电视记者利由坤报道 消息说来湖口岸 最快下星期一通关 虽然深圳来湖联检大楼 即将重建 据了解到时关口的设施 还会全面开放 等旁边的交通楼改建 作临时清关用途 主楼才会展开改造的工程 记者邓杰盈去深圳罗湖看过 首阶段免检疫通关 未包括疫情前最多人用的罗湖 消息说最快下星期一 亦都会重开 不过深圳市口岸办 去年中已经就罗湖口岸 重建规划研究招标 变为一地两检提高效率 据了解重开初期 罗湖联检大楼会全面开放 旁边的交通楼下星期一 开始工程 改为临时清关地点 完成后旅客会在交通楼过关 随后联检大楼改造工程 就会展开 在口岸旁边的罗湖商业城 商教农历新年前 灯火通明 不少店铺已经重开 但人流不算多 有商户说首业三年 很期待通关 都挺惊喜一下的 都挺开心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都等了很久了 有没有说为了开关 接下来做了些什么准备呢 进入了新款 还有看看会不会重新 再装修下一个店铺 很多那些店铺都是生了的 因为这三年 真的一点生意都没有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很耕耳的 希望开关之后 组架没有替轨了 大家可以找些钱贵日子 有商户也说 已经联络了港人熟客 希望通关之后 他们能够立即来帮衬 据了解当局初步谨慨 洛马州口岸 连塘香园为客运口岸 也会开放 相关香港部门 近日已经进行演练 消息说当局也都已经通知 连接口岸公共交通工具的刑办商 为最快下星期一重开 做好准备 连塘香园为口岸 将会有三条巴士路线 其中一条每日行走来往上水 其余连接大围和屯门夜 就会在星期六日 同公众假期行驶 另外也会有专线小巴来往上水 无线铁士记者邓杰盈报道 有资方来会看看 平机会说 如果住所不容许新冠患者内进 可能触犯法例 有立法会议员就说 当局应该提供具体指引 美国和菲律宾同意 不少诊所和食肆的空间有限 确诊者可能会威胁同场的高风险人士 新冠阳性不需要再隔离 可以上班和外出用线等 平机会主席朱敏健说 如果餐厅、商店等 因为客人患传染病 包括新冠病毒 拒绝提供服务 可能会触犯残疾歧视条例 即使担心感染风险是合理忧虑 都不是拒绝确诊者的必须理据 必须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不敢做 是不是就一定会造成一个不好后果呢 一定会染疫呢 这个当然在今时今日很难判断得到 如果朱先生你自己作为食客 你明知对面的客人是确诊者 你还会不会脱下口罩 跟他面对面食饭呢 如果你说我来说 我又没有什么关注 不过我觉得这个始终都是很过人的 是不是最好不好呢 这件事是一个很理论的层面 当然是了 现实来说你不会知道 对方是不是一定是一个确诊者 他认为任何情况下 包括街上都可能有确诊者 解决方法只可以由市民 尽量做好基本自身的防疫措施 早前有家庭医生表明 不接受新冠患者求诊 朱文健说 即使诊所已没有新冠口服药拒绝 也都未必够成合理辩解 有立法会议员说 不少诊所或食肆的空间有限 确诊者在场 甚至脱下口罩 会威胁部分高风险人士 这些屋村的诊所 可能他们的等候室 位置是比较小 而那些可能是传科的诊所的医生的话 就是我们有机会 诊所里面都会有可能有孕妇 有一些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又或者一些65岁以上的长期病患者 其实那个环境又适不适合 可能是有确诊的患者去到那里 而同时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照顾 他促成当局为食肆和诊所等 提供指引和支援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本港新增444宗新冠核酸检检测阳性 再多12个患者离世 对于是否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过去三年抗疫工作 全国人带常委谭耀宗 和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都说不赞同 第五波疫情下至少1万3千人染疫离世 早前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认为 要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检讨抗疫工作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明不同意 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认为 今次疫情比2003年SARS时间长 焦点多 质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可能造成更多内耗 这只会更进一步令到香港各方面的机构 被瘫痪 被这些检讨工作瘫痪 还有可能会制造香港更多的内耗 可能就会有不同阶段 不同的人出来指责 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另外一个机构 个人做得好还是不好 对香港是否一件好事 我认为不值得去花一个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 而且制造一个风险 在接着这几年香港的社会继续分化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也都认为 由政府进行检讨较为合适 先由各部门政府相关的 影响比较大的这些部门 它先要做起 做的过程里面要深入一些 有些受影响的团体都可以 或者一些人士我们都应该去做一些调研的工作 这样的表面要广一点 要深入一点 不单只只是听专家的意见 比如安务院社那些经营者 那些负责人那些其实都要参与 当时那些安务院社都很多国陈国安都爆发 如果是类似的情况 怎样避免得到呢 他又说检讨时间上不需要闯撤 应该优先处理染疫人士治疗 和后遗症等的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梅威尔报道 美国时隔30年正式重开驻索罗门群岛大使馆 被涉为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在北京外交部表明中方没有兴趣搞地缘争夺 美国星期四重开关闭了30年的驻索罗门群岛大使馆 索罗门群岛外交部常任秘书背黑 代表当地政府和人民欢迎美国重启大使馆 但据报总理索加雅雷并没有出席启用仪式 这间位于首都霍尼雅的大使馆规模不大 据报初期只有两个美国外交官 大使馆临时代办科乃奥说 大使馆将会成为美国和所罗门群岛政府之间的重要平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发声明说 大使馆的设立象征美国更新和所罗门群岛的关系 并且致力部署更多外交人员 深化同太平洋邻国的关系 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逐步关闭驻外办事处 同时调整政策 在1993年关闭驻霍零雅拉的大使馆 除了重开大使馆 美国去年还召开首届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峰会 公布太平洋战略 宣布计划向岛国提供超过8亿美元的新援助 被指是要抗衡中国在太平洋区内的影响力 去年4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定立安全协议 就引起美国和区内盟友澳洲和新西兰的疑虑 在北京 外交部重申无意和其他国家在区内竞争 中方对各国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不持意义 我们愿同有跟各方一道 发挥优势 形成促进岛国发展振兴的国际合力 我还想强调的是 中国无意和任何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 比拼影响力 也没有兴趣搞地缘争夺 中方早前也一直强调 与赌国的合作公开透明 不针对任何国家 无线电视记者杨杰尔报导 美国防长奥斯丁继续访问菲律宾 双方同意扩大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非防占物开放多四个基地被美军使用 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强调 需要美国参与亚太事务 而中方说区内的国家要提防被美国利用 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 早早在马尼拉总统府 会晤到访的美国防长奥斯丁 奥斯丁也是小马赫斯上任之后 第三位到访菲律宾的美国高级官员 奥斯丁也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卡尔维斯 上方表明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是美非两国同盟的重要支柱 扩大相关协议将会令同盟更加强大 菲律宾同意开放多四个基地被美军使用 但就没有说到地点 美国会撥款8200万美元 作为现有五个已经向美军开放基地的基建投资 菲律宾早在2016年向美军开放四个空军基地 和一个陆军基地 其中巴拉网岛的空军基地 轮近南海和南沙群岛 北京一直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它的主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而美方希望飞方再开放多个基地 地点包括卡加燕和伊沙贝拉 这两个省在吕宋岛北部交接近台湾 在小马赫斯会晤奥斯丁期间 有菲律宾民众参与反美示威 部分人举起标语 反对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亦要求美军离开菲律宾 而在北京 外交部说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 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美方出于一己私利 抱着零和思维 不断在本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是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外交部又说地区国家应当对此 保持警惕 避免被美国利用 报线电视记者朱少林那边 稍后回来的中国新闻会报导 内地企业复工复产面对人手不足 多个省市举办大型招聘活动 有港商就说 未来一个月是抢人高峰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随着内地整体市场复甦 多个省市相计举办大型的招聘活动 来加派企业复工复产 農曆新年假期结束 内地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 也都面对人手不足的难题 江苏省的联邑港市 就在夜市开始招聘会 希望借着人流 为42间企业合共5000多个职位 尋找合适的员工 山东省多个市近期 也都举办招聘大会 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平台 有参展企业就认为整体成效不错 而河南省开封市的招聘活动 已经率先在上个月开始 会持续三个月 举行200多场实体和网上招聘活动 有当地居民成功运动工作 在本次招聘会上 我接触了一些很好的企业 选择了几个很新颖的岗位 签订了一箱表 每年都有大批人口 外出打工的广西 星期二举行的招聘会 就提供超过2000个职位 行丐医药 车用零件等多个行业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导 农历新年假期结束之后 内地工厂陆续复工复产 有港商说未来一个月 会出现抢人的情况 要加工一成才可以请到人 也有工厂增加自动化设备 来取代人手 在东盆开设建材厂的港商刘达邦 试隔三年 这一天终于能够亲身回到厂房 出席开厂仪式 建材厂有大约140名员工 老大邦预计随着香港和内地通关 内地防疫放宽 大部分的厂房订单会逐渐恢复 其他厂家也会因应订单调整工人数目 抢人高峰期会在一个月后陆续浮现 接单期应该是2月3月 比如说复活节单那些可能有些产品 比如跟复活节有关系的那些产品可能 那个需求这个时候是会应设的生产期 所以这个产品可能是一些装饰品 开工之后的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左右就会发生这个现象 他预计一些具工作经验 搬技术的工人会特别难请 到时厂家可能要加多一成工资 才能吸引到这批工人 这间同样在东莞的建材厂 负责人认为请人难是朱三角城市近年面对的难题 于是用机械取代人手 可能都不是只是讲我们自己的港商 可能内地的创家都未必捱到 可能倒闭了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 这三年对他们来说的打击都是 不如可能他们会宁愿在自己 回自己的乡下去运工稳定一些 我觉得我们自己其实都花了很多资源 可能这十年去做一些自动化的提升 他应对的机械是完全可以承认到 我想八成到九成的工序 他说增加自动化机械后 人手方面自省了五六成 但当关后竞争大 要吸引到工人也都要提供额外津贴 母线电视记者邓杰盈在东莞报道 内地居民去年人均收入超过三万六千元人民币 较前年少没增长 其中北京和上海居民人均收入 逼近百万人民币 内地受新冠疫情影响三年 居民有没有赚少了呢 国家统计局公布 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三元人民币 较2021年名义增长百分之五 扣除价格因素之后 实际增长百分之2.9 有八个省市的人均收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位居榜首的是上海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七万九千元人民币 首都北京紧随其后 有大约七万七千元人民币 其余六个省市 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和山东 人均可支配收入就由三万七千元到六万元人民币不等 全部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 去年也有六个省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名义增速超过百分之六 分别是西藏、湖北、山西等地 另外商务部公布商务运行情况 说受到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外需增长显住房门等的因素 今年外贸环境极其严峻 要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稳定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 上周十五号三名航天员进驻派空站两个多月 为了维持身体的状态 他们都有做运动的习惯 航天员邓声明利用问天实验仓的太空单车 锻炼上下肢肌肉 蒙天实验仓内的矿左锻炼装置 就可以帮助航天员 避免因为长期处于失踪环境 而引起的肌肉萎缩或者骨质疏缩 包括天和核心仓在内 三个主要仓段 一共有小型和大型机械 一共六款建设装置 转发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步 21,958点跌113点 转日总成交大约有1,400亿 而欧洲故事方面 梁敦富士100指数升36点 巴黎凯指数升9点 德国特指数升185点 市建局官堂市中心商业项目楼标 项目在上个月中折标的时候 只收到新鸿基地产提交标书 冠塘市中心重建计划 在2007年启动 至今已经完成三企发展 今次楼标的项目 属于近年规模最大的商业项目之一 总建筑面积超过210万平方尺 当中商场的部分占大约70万尺 其他部分可以用来做办公室、酒店 或者其他用途 有时一会儿回来会报导 上个月流标的赤柱豪质地 因为未得政府抵价被收编 但有地产业界认为 对后市的指标作用不大 帮你最后一节新闻 迪士尼乐园为了应对 和内地逐步通关后的旅客增长 和新园区落成的人手需求 招聘600人 转日大约有3000人来认证 迪士尼乐园在园区举办招聘日 提供600个职位空缺 涵盖乐园和酒店前线职位 全职和兼职各占大约一半 大部分为餐饮业 亦都有保安和乐园服务等 全职月薪15000至20000元 兼职时薪73至100元 不需要工作经验 起身点教疫情之前高大约一成半 吸引不少人认证 因为我们读有教的 对小朋友觉得迪士尼多时候 可以见到小朋友都想来试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商量乐园做保安 想转过来迪士尼多做保安 试试转过新的环境 试试更加新的挑战 有做过酒楼的市民 来认证餐厅服务员 即场受聘 我也很意外 因为我转手打那刻以为是离开 原来叫我等签约 我都很吓到一条自己 乐园我们过去三年的疫情 我们是没有裁员的 现在园区的人手是足够的 但是我们预期因为入境旅客的数目将会越来越多 而且也会有新项目和新设施落成 新项目和新设施也都需要一些额外的岗位 需要为我们的奔客提供服务 乐园又说 日后会继续在不同的场合 举行招聘活动 引入更加多的人手 以应对服务之后将会增加的人流 至于新园区魔雪奇缘世界 将会在下半年落成 乐园说目前开放的日子 不包括星期二和星期四 会因应游客的需求而助出调整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